比赛的最后时刻 中文类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日本类的神投手 刚门美优用一个三文球把中文类给逼停了 日本类的球员也是疯狂的庆祝 而仅仅过了几分钟 日本类的球员却又哭了起来 这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来看决战第四节最后六分钟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中米兰对战日本队的冠军争取战 双方第四节打着鸡蛋正参 在比赛上的中文类领先着日本类九分球 哎呦 话音刚落 日本类的神投手 刚门美优 命中了一个不奖励的低脚三文球 来看中文类的这支后场球 中文类一定要注意日本类外线的投篮 尤其是外线的防守 一定要做得有针对性 中文类的进攻还是有点乱的 两个人加击含蓄 中文类球转移到外围 双飞 接到含蓄的全球 含蓄在第一位制造了日本类的犯规 双方在第四节呢 在阵容上可以说都是一个极端的阵容 日本类也是拿出了他们的极致小阵容 中类这边仍然是保留一个直高点 含蓄目前还在场上 中类也是要打出含蓄的优势 而日本类呢 是要打出他们这种小阵容的小快龄的优势 含蓄 手递手 投手 接下来很有可能要发起反扑 给打进了 中类带球快速过了半场 观察 柳内的防守的站位 两个人没有跑出来一个很好的位置啊 柳内加击直球人 差一点思误 嗯 裁判催了李双飞的进攻犯规啊 李双飞呢 五次犯规被罚下 中类拿用宋克欣 来警惕了李双飞 人类还是坚决的突篮下 他就非常成功的一次防守 加赛奇 他也是今天中类在封线上不可缺少的一员 就是一个错位 在回团 还去无球 下顺的时候 中类传球出下了失误 加赛奇也是只能是战术冠杯 来切断日本类的快速的推进 日本类发球 中类继续防守 看正行的 还是一个联防 哇 日本类又一个三分 还是钢门美游 钢门美游今天是 把六投四中了 今天三分球投的太准了 当然了 中类也不差 中类目前三分球是53% 日本类是50% 中类在数据上还是比日本类要很高一点 但是日本类又一个三分出现了 86比89 日本类连中两季三分 中类现在必须要叫站成了 中类突然提升了防守 而且外形的投篮突然开了 中类现在也是遇到本场比赛最大的困难和挑战了 如何切断日本类的反击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类先 突然一个加速 摆脱掉防守人来到地区 能出手的空间 张静一顶着防守 大半三分不中 大半球还在中类手里边 给低位含蓄 含蓄再传出来 三分还是没有 我们外线需要能够把投篮给投开 这样一来能够让含蓄在低位获得更好的进攻的空间 外线投不开的话 日本类可以轻松的去任意的去加击含蓄 这样一来呢 含蓄在低位打得僵射非常的累 我们对防守 我们对三分满意 拼下一将 拼下一将 出进来 高门没有 犯神挑战不中 这回合防守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那日本类防守人在防中得持球 人的时候呢 是寸步不离弱 韩蓄徐晃一枪 球拨出来 又被韩蓄拿到 好球 架击韩蓄精准的找到了空间 送出了一次精妙的助攻 一旦架击的话 中类必须让日本的辅助带 还有又一个三分难 因为今天这三分真的是太准了 分差缩小到了两分 刚才的三分 又少了一分 最后的一分五十秒 现在需要神兵天将 打得太累了 球球都照含蓄 夹后度 好球 又是张晋叶 这个三分 缺终上菜 价值千斤呢 从来做好防守 去了日本队的进攻犯规 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次吹罚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关键 目前仅仅只有两分的分场 日本队最后是个人是咄咄逼人 将别分给紧紧的咬住 嗯 刚才还不是日本队的进攻犯队 这是技术原因 表没有回表 咱们没有比较三分出手 好 跳起来 保不下了篮板球 出发先 撒到进去 好球 左手的上篮 这突破 非常之犀利 在三分线外拿球 连续的一个转身突然一个加速 自己从右手换到左手的上篮 用了一气呵成 从这进的加法 从这又成功的拿到了三分 现在眼前的日本队八分了 而日本队的进攻突然被捉猎的防守 给限制的哑伙了 漂亮 在篮板球保护好 半斤一 日本队开始提前犯规了 我们对他们来说呢 最宝贵的时间 现在已经不够用 有类的犯规应该 制度我们看到了没有 如果到了五次中内 直接来发球 还是到了 放在了张建一的身上 张建一今天绝对是终于来的一个起因 本来没在他的三分球 也是相当的精准 40秒的时间 当我们没有基地传球 回到彭亚一家 彭亚一家篮下 打进了一个两分球 张建一 把球直接转移到前场 张子平拿到球 往回跑 如果那想换归 但是又有点犹豫 从这拿着球 继续消耗时间 最后压哨出手 哇 这个篮板球 厉害了 这个篮板球中队 拿下来之后呢 日本队是 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 赢球的希望也破灭了 这样的中队在决胜之刻 是通过关键球 赢下了日本队 不是 我们夠好 我们快点 回来